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跑鞋和速干衣之外 少不了的就是运动手环了 但是这个玩意儿真的有用吗 今晚看我们用实测告诉你答案 快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将开始的消费研究院 今晚带你一起构建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周一见 各位好 这里是消费研究院 我是锦阳 昨天我跟我哥们聊天 他说自己当爸爸了 特别激动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不过他毕竟是一个粗汉子 在给宝宝选择婴儿用品的时候可犯难了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这个纸尿裤 他听说孩子如果得了红屁股 很有可能是用了不对的纸尿裤造成的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她来自广州天河 名叫小华 是一位新生儿妈妈 宝宝的降生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无比的喜悦 我们教你玩 宝宝对于父母而言 打嗝放屁都无压于一台大戏 这么为宝宝选择一款舒适健康的止尿裤 是每位新手妈妈的第一课 而宝宝红屁股的问题则是困扰小华最大的难题 他刚出生的第一个月 红屁股还蛮厉害的 屁股甚至会脱皮 然后整个屁股门那个附近都是红的 红屁股又怕他上厕所的时候会很痛 尤其是你那指尿变长期的误着 误着屁股的话也怕他会散不了肉 那些细菌在里面滋生 小华认为宝宝如果出现红屁股 很有可能跟止尿裤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小华在宝宝出现红屁股的情况后 赶紧换了一款止尿裤 估计是因为是那个止尿片吧 因为我们换了个止尿片就好了很多 但是可能每个宝宝他的体质不一样 对止尿片的那种过敏程度也不一样吧 而止尿裤的质量是妈妈圈内 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旦选不好 宝宝就容易出现红屁股 裤子尿湿等问题 就是止尿裤有一些绵的吸水性 因为吸了尿水之后的反胜 就那个尿水会不会透出来 弄到宝宝不舒服 听到这个新手妈妈小华的困扰啊 我这个热心肠就想快点的帮他选择一款 放心性价比又高的产品 而这个不就是我最拿手的吗 好 我要赶紧的上网 先做做功课 看到网上面呢 有很多妈妈都在抱怨了 说自己的宝宝穿纸尿裤会导致红屁股 怎么办呢 还有一些在问 怎么样去选择一款纸尿裤 这些问题呢 对于我这个未婚的来说 着实是令我头疼啊 我可以问一下咱们的街坊 看一下他们怎么选择 会选择哪些牌子的纸尿裤 在一轮的街坊中 我们心心发现 很多家庭的宝宝都曾出现过红屁股的问题 有的 如果是尿片不好的 有红屁股 因为不吸水 那个不干爽 这样它就会 屁股就会红 有些尿片还是会红的 你买的好的尿片也是没有的 有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的 反正它就有个红屁股的就换了 以前有过 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 不那么吸水透气吧 围绕宝宝专的生活特别的辛苦 日夜不分的照顾孩子 母亲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 所以我要在这里跟所有的母亲说一句 你们辛苦了 感谢 感恩 但是我想啊 既然是出现了问题 肯定是有它的解决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从根源了解 为什么会出现宝宝红屁股的现象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找专业的医生 寻找答案 为了解开谜团 欣欣来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找到专业的医生了解清楚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儿童保健科医师梁德毅 其实我们说宝宝红屁股 一般是我们所说的尿不诊 那基本上是由于宝宝的一个尿液 或者是大便 对于宝宝皮肤的刺激 而造成的一种皮疹 因为宝宝呢 处于小时候 那么它的屁股呢 相对那个皮肤会比较薄嫩的一点点 那么对于这些刺激物呢 往往会引起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 据了解 7%到35%的宝宝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红屁股 高发于9个月到1岁的宝宝 梁医师还说 导致宝宝有红屁股 最大的原因是止尿库的质量问题 看来宝宝红屁股这个锅 止尿库是背定了 尿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它跟尿部的一个通透性 它的一个吸水性跟锁水性 都是有相关 到底这孩子红屁股 是不是止尿库直接造成的 我们热心的研究员欣欣 在采访完医生之后 也按耐不住 马上走访各大商场母音店 看看这市面上的止尿库 有没有猫腻 欣欣首先来到了大型超市 一道母音专区 各种止尿库的款式是琳琅满目 这时销售人员向欣欣介绍 他们认为的顶级品牌的止尿库 189元一包 一包有40片 相当于将近5块钱一片 琢磨着性价比不是很高的欣欣 决定继续走 发售人员还表示 纸尿库的质量肯定没问题 接着研究员来到了 广州市月秀区的一家母音店 这家的价钱也相对接地气 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起的 但是销售人员在介绍止尿库的同时 也提及到有一款止尿库会出现回肾 很多顾客都表示 在使用的过程中 回肾的尿液直接影响了宝宝 研究员现场发现 即使销售人员表示 这款止尿库出现回肾 但是店里仍然在售卖 为了了解市面上止尿库的质量情况 我们研究员分别在线上和线下 购买了六款止尿库 单价分别是 一号样品一块六一片 二号样品一块三一片 三号样品一块五一片 四号样品两块四一片 五号样品六毛钱一片 六号样品九毛钱一片 一起打包送到了广东治检院进行检测 广东治检院清化室工程师黄锦 止尿库最重要的是渗透性能 一共有三个指标 分别是华生量 回肾量和肾漏量 止尿库的国家标准 GBT28004-2011的要求 华生量是应该小于20毫升 回肾量是应该小于10克 肾漏量是应该小于0.5克 如果这些指标不达标的话 是无法保证宝宝的皮肤干爽 是容易引起尿不诊等问题的 首先进行的是滑肾量测试 先将渗透性能测试仪放在水平桌面上 调节一定的角度 然后取大样测试样一条 将其两边的松紧带减去后 再平整地将试样放在测试仪的斜面板上 用四个夹子固定试样 在测试仪的下方放一个烧杯 然后量取60毫升的测试溶液 加入漏斗中 然后打开漏斗节门 让测试溶液沿着摄像表面 往下流流入到烧杯里 最后我们量取烧杯的测试溶液的体积 它马上就有液体下来了 你看马上就有液体了 但好像开上去不是很多 每款样品需要测试七条 去掉七条测试结果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取其余五条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华盛量的最终测试结果 那我们根据测试结果 这六款止尿库的渗透性能都是合格的 然后数据越小 就代表止尿库的渗透性能越好 除了对止尿库进行渗透性能检测之外 黄公还进行了甲醛与丙锡酸单体的含量检测 因为甲醛是被世界卫生组织 确定为致癌和致肌性的物质 然后婴幼儿的皮肤又比较娇嫩 止尿库会长时间与婴幼儿的皮肤相接触 如果止尿库里面还有甲醛的话 那也会直接影响到宝宝的呼吸系统 丙锡酸单体对宝宝的皮肤会有刺激性作用 容易引起宝宝的皮肤过敏 然后国家标准里面是有一个要求 对止尿库的原材料的丙锡酸 残留单体不应该超过800毫克每千克的 这六款止尿库都是没有减出有甲醛的 那就好 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这六款止尿库是有减出到有皮肌酸单体残留的 从止尿库的化学实验结果显示 六款止尿库其中有五款都减出了微量残留 最高竟然达到了每千克638毫克 而国家的标准是必须小于每千克800毫克 但是丙锡酸单体的残留量都不是特别大 由于丙锡酸单体主要是存在于止尿库的新层 而不是表层的 不是与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的 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对宝宝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总的来说 我们新兴送检的六款止尿库的质量安全性 尚未良好 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了 那既然能够用了 我想电视机前的各位肯定在想 用我知道是可以用 但是怎么用呢 市面上这么多止尿库 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不要着急 满满的干货马上就为您送上 我们建议是选一些合格的大孩子的一些止尿布 注意的是我们说宝宝可能会对某些物质会有过敏 那么即使这一个止尿库它的通透性很好 但是可能它里面含的一些物质 宝宝对它过敏 皮肤比较敏感 那这些我们也要不能选 所以关键的事情是我们在选的时候 要给宝宝去试 如果试了之后效果好 那么我们说适合宝宝的才是最好的 众所周知 婴儿的皮肤是最为娇贵的 而且对外界的防御能力低 过敏出诊等问题时常发生 如今梁医师教广大妈妈 如何选择一款舒适的止尿库 解决所困扰的问题 但是更让妈妈们无从下手的问题来了 相信怎么样去穿戴止尿库呢 是很多宝爸宝妈想知道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来代表咱们的宝爸宝妈 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欣欣啊欣欣 你确定你会戴止尿库吗 既然这么信心满满 我们就坐等你的表演 好 我手上拿的就是止尿库了 那现在我就打开来之后 我就 你从下手 你想一下啊 因为我看我家里人 就是看我哥哥嫂子他们呢 就是拿完止尿库之后呢 就这样 打开出来 穿好了 就完成了算 对 可以 看看这欣欣一脸自信的样子 不知道梁医师收不收获呢 止尿库的方向是摆对的 没错的 首先要搞清楚止尿部的前后 我们说戴耳朵的这一边呢 是在宝宝的背后的 那么一般给宝宝穿止尿库的时候呢 有些早早呢会直接这样 把他的腿抽起来 其实这个呢 对他的我们说脊柱 还有对他的一个髋关节都不太好的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把宝宝稍微倾斜一侧 然后从一侧这样戴上去 那么找好方向 我们说戴耳朵的 在宝宝的背部 那还有分男宝宝女宝宝 男宝宝的时候呢 戴上去这里呢 轻轻的可能要挤一个隆起 并且把男宝宝的小鸡鸡呢 要往下去给他去靠下的方向去放 那么这里两个耳朵呢 大概我们两边要对平 梁医师建议 如果宝宝的腿部比较粗 可以将止尿库的两只耳朵往下压 肚子比较大的话 可以往上包 这样就不会勒住 而导致不舒服 那么做完贴紧之后呢 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他这一个防水的这个边带 两边都要往外抠一抠 这个是防止宝宝的一个尿液 或者大便给他露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所常规的一个 穿指甲铺的一种方法 好 非常感谢帅气的梁医师 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 要时常留意自己宝宝的 尿裤上面的尿线条 以便及时地更换 那就算你的宝宝没有排便 也最好定时地能够换你一次 好 新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的话题 运动达人一定要留心看了 回来我们来聊聊运动手环 到底都没有用 好 欢迎回来 各位运动达人 应该对我手上的这个小玩意儿不陌生 带着一款运动手环 跑步锻炼 再将您的数据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 这是当下最最时尚的一件事 它不仅可以记录你的运动成绩 卡路里消耗 还可以追踪身体状态 承担健康管理的任务 号称您的私人健康顾问 那也是不少人运动减肥的标配 那么您知道天天在朋友圈里刷的运动智能手环的这些数据 真的准确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研究员新星给大家揭晓答案 大家看到我现在是在一个大学里边 满满的诗香气息 再看到我今天搭配的这一身学生装 真的是绝配呀 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一个大大的操场 今天要做什么呢 当然是运动啦 不过呢不是我跑 因为我胖了跑不动了 但是我有一个帮手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文硕 嗨大家好我是文硕 长跑达人广州马拉松选手之一 廖文硕 不过文硕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说在平常训练 有没有用过运动手环呢 当我还是小白的时候 我练马拉松是小白的时候 我应该是用过 然后呢我很快就升级我的装备了 比如说我用专业的手表 其实呢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都没有说像你这么专业 我们用的都是运动手环 所以今天呢想请你来协助我们 当然也不是协助啦 其实就你一个人去跑 就是想着让你 我们准备了四款运动手环 想让你帮我们测试一下 其实哪一款会更好用 可以吗 可以啊很乐意 本次对四个品牌的智能手环 进行了跑步时长准确性 跑步公里准确性 配速准确性测试 以及续航性测试 售色品牌分别是 苹果智能手表 华为智能手环 Fitbit智能手环 小米智能手环 因为苹果暂时没有手环类 所以许多街坊都会拿 苹果智能手表来当手环 其实我们要求就是想 跑个两公里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跑三次 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那也是全马都十几公里了 四十几公里了 当然这十几公里是对你来说是小意思对不对 刚刚热身 好我们事不宜时马上开始 本次测试的场地为标准的四百米一圈的操场 长跑达人文硕会戴上四款手环 跑两公里 也就是跑五圈 好了 我们的文硕呢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运动 叙事待发了 那么我手上呢 已经有四款的运动手环 接下来我就要帮他一一给戴上 哇 整个手臂都是不同款式的运动手环 真的是满满都是人民币啊 那么接下来呢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呢 我们会有请文硕来跑三次步 每一次呢是跑两公里 也就是我们后面这个操场的五圈 好 跑完之后呢 我们都会分别记录下运动手环 所呈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好了 文硕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 好了 两公里马上就要跑完了 我们现在等文硕过来 哈喽 文硕 好啦 来 我们马上看一下 这一次的检测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来 第一次测试结果出来了 四款手环的跑步时长是在 11分17秒到11分25秒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在配速方面 苹果的手表堪比专业运动手表 而华为手环和Fitbit手环不分上下 但是小米手环的配速是当中最慢的 我们再来看看跑步公里 文硕是跑了标准操场的两公里 专业运动手表和苹果手表准确性高 而华为手环和Fitbit手环稍微有200米的误差 小米手环误差最大 与标准的两公里相差近600米 也就是一圈多 接下来请文硕继续完成第二次和第三次测试 以排除偶然误差的产生 经过两次的测试 数据显示与第一次测试并无太大区别 而三次测试中可得出苹果手表的数据相对较准 华为手环和Fitbit手环的数据稍稍有点偏差 小米在四款手环当中误差最大 配速竟然最高相差每公里四分钟 跑步公里数最多也相差将近一公里 运动手环跑着跑得没电了 岂不是很尴尬 所以本次测试 清新还把四款手环的续航性给安排上了 在跑步一开始 四款手环都是100%的电量 在完成三次测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手表的电量只剩下20% 华为手环剩下约95% Fitbit手环电量约剩98% 小米手环约剩95% 总体来说苹果手表的续航性较差 而Fitbit手环电量在四款手环中拖映而出 看来这运动手环的数据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准确 当然咱们也不排除 中间可能会有误差 所以各位如果您要使用运动手环来进行运动的话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和使用 那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 当然有 广告之后我们清新来告诉你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聊的是运动手环 当然如果各位手头紧的话 不如尝试一下运动软件 像什么Keep啊 咕咚啊 这些软件使用完之后 还可以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晒一晒你的运动数据 相信各位运动爱好者对它是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这些靠手机GPS获取的运动数据 真的靠谱吗 准确吗 接下来我们的星星继续为你实测 研究员星星在手机上下载了四款运动软件 分别是越跑圈 极客运动 Keep和咕咚 这四款软件在手机商店的下载量都是相当的高 接下来我们的长跑达人文硕将会跑步两次 每次两公里同时开启四款软件 从第一次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四款软件的跑步时长 配速 跑步公里 总部数 消耗卡路里方面并无太大差距 因为关闭软件有甚需先后 并且关闭的过程中没有停止跑步 所有的数据会有些误差 经过两次测试结果 四款软件各方面数据相对持平 不相上下 经过刚才我们研究员的实测 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几款运动手环 还有几款运动软件的各自的特点了 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各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使用什么样的手环或者软件 好了朋友们 如果您在消费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消费研究院 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 及时的给您回复 这里是消费研究院 你的美好生活指南 每周一晚22点25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